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師 現在我們要挑戰的關卡是這禮拜五出的吞噬仙人之力的煉獄級 那這次大師用阿克亞來打 那帶來的隊伍就是我們之前沒要有世界抽的隊員 然後有一個是帶春香 然後我有龍科是攻之狂炮龍科 這個有40%攻擊傷害 無視攻前盾 那這個在王冠的時候會用到 OK 好 其實這都可以速刷啦 只是大師沒辦法速刷給大家看 那大師要想一下 好 然後第一關我通常會先轉一combo 然後 再轉全體 大力轉全體 其實你可以再多洗幾回合啦 就看看你們了 好 好 可以再洗一回合 這樣應該可以 好 好 這邊 然後這邊 當日其實在這邊洗 都會把它 所有的 卡片的技能全部起到跳起來為止 才會進下一關 尤其是春香啦 春香一定要這回合吸 吸出來 我自己習慣是這樣啦 好 不過 不過剩CD2的時候就可以把它打掉了 不過大師要打掉其實也不會太好打 這樣 哎呦 好 繼續轉吧 這樣 好 應該還要一回合 OK 好 好 第三關 然後 這邊的話 一開始先轉全體組織 全體攻擊 了 這樣 好 再來 大力轉 好 這樣 好 OK 順利帶走 然後第四關的話 好 第四關的話 呃 我這邊的話會先 把珠子綠到我 呃 排到我要的位置 所以 我會先五顆五顆直排的排好 可是這邊是有點難看的啊 所以大家要 要慢慢轉 看一下喔 先轉水好了 所以我是看到 這幾個 然後 光好像才 4顆是不是 好 好 看起來這樣也可以喔 然後這時候開春香 呃 這邊 維之 維之也可以開起來 然後開春香 好 然後 這個就 呃 我想一下喔 然後我們把 把 其他珠子 把它轉成強化珠子 像這樣 大師會轉比較小心一點 OK 然後 這裡幫他轉過來 這樣子 這樣應該可以直接破 破防了 好 呦 然後這邊的話 先不要急著開 節奏 節奏魔法 好 那我們先轉一回合 先消一點點珠子掉 然後再開節奏 節奏 魔法 開下去 然後要轉直排 應該就可以帶走了 一頓上 如果沒帶走的話就是運氣太差了 然後 這樣 這樣應該可以吧 OK 可以 在那個 冰凍福祉那邊有開為之是最保險 如果沒開也是可以過 然後這邊的話 新珠一定要轉到喔 我印象中下一關會不會攻錢斷 不會不會不會 所以新珠沒轉到不會 那這邊的話 其實可以開 喔 開核珍就可以了 如果核戰留下一回合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開 神光拳 然後慢慢磨 磨過去也是可以 那如果不要的話就直接開核珍 直接炸板 然後再開神光拳 好 這樣應該 就可以輕鬆帶走了 這樣 好 這樣好了 好 隨便帶走 好 王光來了 好 這邊的話就是水火木光暗 你看有沒有 水火 火 木 光 暗 有 然後 暗珠比較圓 所以 可能要先排暗珠 看一下喔 喔 這旁邊其實不好排 欸 暗珠7收好了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水珠 火珠 有了 好 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再一回合 洗到物屬性喔 OK 然後這邊的話就要開我們的 這個節奏魔法 然後開我們的 玉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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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祥樂 祥樂 祥夜 然後把水珠 炸掉 然後 再開 神光拳 好 我看一下版面 OK 這樣 好 還好我7000分 這樣應該可以過吧 喔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啦 這攻擊力非常過 然後這邊就隨便轉 一combo就可以帶走了 然後 就打過這一關了 好就是這麼容易 就是這麼簡單 可是要有阿克亞 如果沒有阿克亞 有點難打 好 輕鬆過 這個 一定要解放啦 這個解放非常好用 這一次的關卡 好那 這一集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喜歡我們的頻道主要畫的圖片 按一下訂閱 右下角的鈴鐺跟訂閱的記得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的影片 你就有收藏通知囉 謝謝大家 這集的收看 掰掰